職業是高級財富管理經理 未知是非常方便不同的 這個曾如沖地鐵站私出口直達 年資就五年多 家庭就是一位太太 一隻馬丘仔 一隻豬仔 業餘愛好呢 喜歡打籃球 打機很厲害 感興趣活動就是一家人旅行 期望就是一家人健康快樂 秘密就是很想財務自由 可以天天去旅行 天天打爆機 成功關鍵 愛人肉真誠勤力 有請Bendy 謝謝 好 謝謝Mabel介紹 開始我的表演之前 多謝我的嘉賓 Keef 家衛 家衛 支持的 這麼早起身 你們都好笑我 我叫Bendy 在BNI專業派人手及國人醫療 怕一會沒時間說referral 好我叫的referral 就是內地的朋友想買保險 剛剛出生的BB的肚子 姊姊媽媽 你或者身邊朋友有任何孤兒單 或是你很不喜歡現在的經紀 都可以轉介給我 一開始講一下學歷 在2002年我就在香港科技大學化學系畢業 在2005年在香港大學獲取了一個Marketing High Departure 在2010年在香港浸會大學就讀了一個Account in Finance Master 而我有一些的跡涵 有一些舊的就很榮幸在B&I Infinity 擔任 在第五屆擔任過現在的活動統籌 在第八屆擔任過副主席 現在我在大灣區青林組會擔任一個副理事長兼秘書長 在國際聯青社香港地區YMCA 擔任地區理事兼新界社副社長 另外兩個NGO包括赤腳人心關於內地醫療 擔任周圍 另外一個樹研基金會是關於環保項目的NGO 也是擔任周圍的 以後我們就講一下我的家裡和一些興趣 以往這個分開來講的 就是以往的表演 但現在我發覺我開始兒子大了 就可以拉在一起講 為什麼呢?我告訴你 這張是阿CAN幫我拍的 拍得很好,謝謝阿CAN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我喜歡打籃球 而在B&I Infinity 我都很開心 認識了一些很喜歡打籃球的隊友 例如Alan Mark、Lick、Jeremy 我們都經常打過 今晚都要繼續打了 另外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都喜歡打遊戲 打遊戲除了其他遊戲我都玩 但特別喜歡打籃球的遊戲 試過在那個時候電競 還未太出名的時候 做過香港冠軍 贏了一張支票 有些錢 有些Jordan模型送 出去和其他國家對戰 不過很久之前 現在都不夠打了 現在老了 現在年輕人的反應很快 沒有時間打 另外也偶爾做一些客席的遊戲機的主持 主播 其實是PlayStation找我的 以前打球 很喜歡自己一個人 可能街場和朋友打 現在怎樣打球呢 就和兒子一起去 通常都帶著兒子身邊去打 都希望培養小朋友喜歡打球 以前打幾天這樣打 就是照著兒子打 沒有小朋友 有說自己一個打 有小朋友抱著打 現在怎樣打 三個一起打 中間那個說 不關事的 不過被他掛手印 他以為真的在自己打 好了 講了自己這麼私人的事情 講一下我的carrier path 我在法學是畢業的 所以一出來畢業 就在一間德國的工廠 工廠那裡做了大概七年幾百年 那時候就是在上海的一個德國工廠 工廠 所以有時候工廠裡面的文化 我也略之一二 2011年開始覺得工業發展得好像不太好 以香港來說,而且也要經常回大陸 我本身是要照顧一個高齡的媽媽 所以不方便經常回大陸 所以產生了一個創業的念頭 在2011至2014年開了一間收回的Fanchise 當時在銅鶴灣 當時的生意都不錯,你看看都排隊 就是排隊的 但是這些Fanchise 我想Chris都知道了 通常都不是很賺錢 忙就很忙,試過在店裡過夜 第二天再開店,但就不夠賺錢 到最後都是買回給總公司 拿回一點資本,不過都虧了一點 到了2014年尾,又有一個大轉變 我本身是在account and finance 所以覺得不要浪費了這個Master 做回一些金融的相關行業 但是在年尾就入了AIA 我就會覺得,這份工作其實是剛剛我 因為其實我本身個人 就不是很多話說的 我也不是說很懂社交 不願意 有時Facebook的人放很多保險東西 其實我也不是很擺 因為我個人不是說很喜歡太soul off的東西 也都不hard sale 有時明明那個人想買的 我都未必好push去買 也都剛剛入行又不夠連資 其實那時候都很迷惘 究竟我有沒有入錯行呢? 但是不要緊 謝謝 因為謝謝Infinity 因為在這幾年的發展 的確Infinity的會友都幫了很多 也都得到很多Infinity的會友信任 從一個經驗不是太多 到現在叫做阿納島保險界的 小小的一個席位 有賴大家的支持 所以衷心感謝 所以就在這五年多的年間 都拿過兩次MDRT 都是一個小小的成就 也都是可以給我 機和我或者給我一些能量 我繼續去奮鬥 B&I 就這樣說謝謝 我覺得不夠了 B&I的精神就是 Give a scan 那我就會back to basic 就回回去 那我就會 在這次的Presentation 我就會想一下 如何去報答一些會友 那我就會靠一些回憶出來 大家認得這個Node說什麼 就是Wincent Phone的小小屋 那時候我的小小小 一歲的時候 就在他的小小屋玩 幸好他的玩具 全部有玻璃箱裝著 我想我只要玩爛炒這些 Vincent Phone的收藏 另外有Ellen媽 即是 整手整腳 基本上如果我的朋友客戶 弄傷手腳 都會找他 不過這隻手不是我的 我太大了 還有Emily 都帶了他入會 我希望他來到Infinity 會有很多得著 下面是參加Jerry那些訓練班 被Ellen媽 CAP了一張 好像很努力很勤力的照片 另外現在我的第二代 都受到Infinity 都看到Pini Sir很用心 每個星期天都在教我這個 坐不定 不太集中的大仔 在學琴 不過Pini Sir都開始讚他 他都很開心 另外Kent選了 都很感謝他跟我小朋友 拍了一張 一些 一些叫做正片相 人生第一張正片相 其實你看一下 他平時的Infinity 他沒有下面那一塊 你看一下 其實他的手拿著小鴨 因為他拿著小鴨 他才能看到鏡頭 但Kent 當然他給我 就剪了這裡 但其實這些是一些精華 他有什麼技巧 可以引導小朋友 看鏡頭 另外我太太 近來也多了 給會友 剛剛我太太轉了工 有些散水花 幫助Irene 多謝Irene 她的同事都很喜歡 那些很有心思 那對花 另外幫趙唐醫生 還有其他會友 都很難做得多謝 例如服務方面 例如Isaac幫我的單 或者Jennifer幫我做工人 其實都很難一一拍照 可能叫姐姐和Jennifer拍照 真的很難 所以就 還有未有referral的會友 不要緊 仍然會繼續的 我會繼續為大家 帶多些referral 會很努力的加油 這樣去做 那蘇蘇蘇最後那張照片 都是阿 阿Kent 對 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 因為 女生是喜歡扮公主的 大家有 小朋友就知道 那 有兒子的 小朋友的 就喜歡扮超人 那當是一常他的心願 也都很多謝阿Kent 那一天 幫我拍這輯照 因為小朋友 真的 我想阿Kent都知道 就是 那個盾牌又可以反轉 永遠不會看鏡頭 那個人的背部會對著你 但是也會拍到一些 全家福的 一些很好看的照片 那大家 演家平照 一定要玩拍劇 多謝